观点 时事 教育 生活 财经 科技或流行 让我们分享不同的观点 拓展我们的眼界 将敬酒 杯莫停 陈夫子 烹茶煮酒 谈人生摆态 看世事变化 各位德读中文台的听众们 大家好 我是陈夫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人与人相处关系 因为每一个人在生活上 都会遇到跟别人的相处 这个人与人之间 无论是朋友 同事 甚至说亲人 兄弟姐妹 父母之间 都有一个相处关系 什么是舒服的关系呢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你跟这个人相处 重点就是这个默奕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跟朋友之间的关系 你跟一个人成为朋友 怎么样相处得好呢 怎么样成为好朋友 这个默奕是最重要的 年龄 年龄越大 你就会越觉得 人与人之间舒服的状态是最难得的 因为这意味着两个人相处 没有勾心斗角 也不用互相的提防 你防备我 我防备你 没有这个 而是你体谅我的难处 我知道你的辛苦 这样的关系 哪怕你两个人坐在那边 没有话讲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 可能真的一句话也没有 坐在那里 也不会觉得尴尬 拿捞 而是给人一种 很温暖 很自在的感觉 所以说到底 相处不累 久处不厌 这就是世上最让人舒服的关系 因为好的关系 能给你一种心安的感觉 我想你身边一定有这样一个人 跟你相处的好友 他会在你受委屈的时候 无条件的站在你这一边 和你一起度过难关 也会在你难过 无助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出现在你面前 来帮助你 在你迷茫的时候 会尽很大的努力给你支持 与指引开导你 这样的人 你无论是情人也好 朋友也好 他总是能够掐到好处的 兜住你的所有的坏的情绪 就有人比如 比如成为是狂风暴雨中的一处乌山 就像一种房子一样 挡住了外面的风雨 让你能够得到喘息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人与人好的关系 不是一下子用感动 将你砸晕 而是细水长流的给你疼爱 真正舒服的关系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有力量 你落魄失忆的时候 他会帮助你 他也不会嫉妒你的好 也不会遭受你的不好 所以有他在身边 你会感到很心安 所以好的关系 就让人家感到很舒服 很舒坦 那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有些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两人相遇 这不是相遇 就好像重逢一样 因为你一路走来 跌跌撞撞 最难过的时候 不是身边没有人相伴 而是就算有人来了 但是不懂自己 所以能够真正懂得 又懂你自己的人 是人生最 是人生中最难遇到的 寥寥无几 因为你就算认识太多的人 如果你身边的人 都是斤斤计较 盲于算计 虚情假意 没有真心 这样的话 你再多朋友都没有用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好朋友的相处 他不用敷衍你 也不会说计较 一见如故 所以有一句话 就是说得很好 最长久的情 就是平淡中的不离不弃 最贴心的暖 就是风雨中的相依相伴 最美的语言 是不用说话的 不用语言的懂的 就是你要跟懂你的人相处 那就最舒坦的 而且还有重要一条 人与人好的关系 你不必要去讨好 因为讨好的 靠讨来的感情 总是不会长久的 这个讨好 有时候有两个性质不一样 有些人 他为了讨好对方 做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 违心的事情 这就是讨好 他想用他对你的好 或者说 说句难听点的 就是贿赂你的 或者说用什么利益 来敷衍你 达到他的目的 达到你的认可 这种情感是不会长久 因为我们知道 好的感情是自然的 在生活中会形成的 当然有时候 你在对亲人 或者说弱者 或者说你的伴侣 你都要对他好 有时候是违心的 但是你必须要放下你自己的一切 去做这种事情 这就是一个包容 一种帮助 也许你不做 或者说也许正好你没有空做 但是为了帮助他 为了包容他 或者说你的伴侣 可能你两个吵架 你为了感情就挽回 可能做一些你平常不做的事情 这个就不叫讨好 这是通过你的努力 去修补你两个关系 或者说 通过你的 舍去自己的私人的时间 去帮助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一个真心的 相爱相助 互相的帮忙 这就不跟讨好是两码事 而如果说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情人 你靠讨好 那是不能够长久 因为他如果爱你 你不必要讨好 如果不爱你 你更加不必要 所以很多时候 一个朋友和情人之间的关系 都少不了双方的 共同的滋养 无论是爱情 友情 一个人的奔赴 终究只是追逐 只有彼此相向 才会最终相遇 因此 只有那个让你放心 做自己 不必伪装 不必讨好的人 才是值得你一生 好好的珍惜 有一句话说 人生在世 最美好的相遇 就是 今风 一路一相逢 便胜去人间无数 意思就是说 你遇到一个让你心安 懂你的悲欢 与你合拍的人 日子才会过得轻松下意 除此之外 不需要强行的交往 你不需要作践自己 因为感情是顺其自然 大家努力 有这个心 友情也好 爱情也好 都是这样 你强行的 去讨好别人 想进入别人的朋友圈子里面 那个圈子可能根本就不合适你 你要传进去 是没有用的 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 所以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上 你的人生道路上 遇到了 或者说寻找到了一个懂你的人 跟你相处很舒服的人 这是最难得的 正如有一句话说 人生得一知己 可以死而无憾 也就是说 如果人跟人之间 相处关系非常舒服 互相都懂 互相都了解 不用照做 不用讨好 这种关系是最舒服的 是最难得的 谢谢大家 我是陈父子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节目是 人与人相处的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